让人关心到屏东民洋大火造成了四名英勇的消防员殉职 今天上午举行了联合公计追思会 总统蔡英文也特别前来送消防英雄最后一程 并且颁发了包扬令还有追尽令 场面相当哀期 而家属痛失亲人 现在也只希望能够早日得到亲人殉职的真相 关正包扬令 民洋大火带走四名勇宵 联合公计追思会上总统蔡英文南下颁赠包养令 一句任务结束 感谢四名消防英雄尽忠职守守护国人安全 应用救难共在消防 会场播放四人生前工作片段 总是这么认真勇往直前 上个月22号民洋大火随队出勤 却碰上爆炸 四名救灾英雄陨落 恶火夺命 就有消防员悲喊 火神不想要流泪 只想要平安回家 火灾实际状况 他们只有说他们会进出调查 但你也不知道到底进出到哪了 地检署正在调查中 那我们的部分必须等到地检署侦查终结以后 我们才有办法去对外界做这部分的说明 家属失去最爱的家人 请求火调真相 也希望唤起重视消防职安 其派消防员殉职宿命停留在民洋这场大火 而民洋公司也发声明 深切反省 绝对负责到底 已为罹难者在天之灵 记者苏世伟屏东报导